从地面到空中 无人机在起飞之后 通信和数据的保障就成了安全有序飞行的必要前提 也是未来低空建设的关键 继续来看 今天的天气也不太理想 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是有试行 还有和这个相关的原因做好一个通报 在深圳延田区的一个起江场 运行控制部负责人梁静 正在根据天气变化和同时调整当天的飞行计划 他告诉记者 未来为满足无人机常态化运营 目前起江场的通信网络设施 需要升级到更广的覆盖面积和更高的带宽 对我们地面的控制来说 我就可以说我可以打个电话 我告诉他这个情况 他飞行员在空中就可以做出一些判断 但无人机不一样 无人机的所有的运行控制都在地面 监视你这通信网络 还有通信的一个可靠性 这些显得尤为重要 在粤港大湾区 数字经济研究院 低空经济分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正在研发的低空智能融合系统 已经可以监控深圳市内 大部分无人机的实时飞行数据 并根据突发情况发出预警 我们基于当前的飞行状态去预判说 下一个五分钟或者下一个一分钟 可能的飞行器的位置 那整个区域我可能就会变得 不太能够接受上空 有比较高密度的飞行的时候 我就会降低整个空域的 使用的情况和流量 包括可能未来一小时要有降雨 或者等等情况的时候 我会给各类飞行器和运营企业 发出警告 未来我们预计 大概地面的10%的交通 会上升到低空里面去 不同大小的飞行器 都会在同一个空域里面进行飞行 这是最大的挑战 它必须靠一个速度化 自动化跟智能化的管理手段